我們來談Apple Apple有Apple Car的題材 之前也反映蘋果電動車的題材 而大漲 但想不到這個時候高盛潑冷水 為什麼潑冷水呢 高盛說這個時候 你要去賣出蘋果 不是現在正在吵Apple Car嗎 怎麼高盛叫人家賣呢 高盛的理由 這不是 這不是新聞 這不是超級週期 等會我們問一下 為什麼高盛說要賣 但郭明奇這個地表最強的蘋果分析師 也有一個報告 他說蘋果現在正在積極測試什麼呢 採用熱導板散熱系統 那蘋果測試熱導板散熱系統 要用在誰身上 後面的想像空間有滿大的 所以來問一下文塞 為什麼高盛在這時候喊賣蘋果呢 對 上個禮拜 美國股市稍微有一點回檔 主要是因為 最大的投資銀行高盛抗公蘋果 所以蘋果稍微拉回 拖累了美國股市 大家都認為說蘋果現在是超級週期 賣得很好賣得很好 他說不是 現在開始賣往低價再賣 因為高價賣不動了 而且重點的話是 它的出貨量越來越小 所以他把目標價定80美元 那你看這個 80美元 我們再回到蘋果的股價 蘋果現在是127 現在是多少 127美金 他看得太低了吧 對 這跟一個Web Bush的話 另外一個投資銀行 相價的話 人家看160美元的話 他看80美元的話 跟他打對一台 他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嗎 對 他認為說雖然你蘋果 可能第一期潮報表很好 但是你還是會跌 但是蘋果還是 對下一代的iPhone的話 目前很努力的在耕耘 第一個的話 因為過去的話 iPhone12 那我先打個岔 對不起 我們等會再來談下一代蘋果 那文森 你認為高盛講的有沒有道理 其實因為高盛的分析 叫Haul 其實從2018年11月 他開始寫報告 對蘋果一直都在看空 好我們來看他到底 看空過幾次好不好 對 大概原則上的話 大概每三個月左右 他就會提出一個報告 然後在這個大概11月左右 這個地方 2018年11月 他講的時候41塊 確實有跌 確實有跌 但是一直漲上去 奇怪了 我講了會跌 他繼續漲 所以他在4月份的時候 又繼續看空 又看空了 跌33% 繼續漲 又漲 到9月份的時候 他還是不滿意 說會跌13% 繼續漲 漲到這邊來 他就不準嗎 我們管他幹嘛 所以 但是我們來看他講 因為他是全球最大的投資英台 高盛還是有他的影響力 反正他就是看空蘋果 討厭蘋果 所以我們只能說明顯 非常非常非常保守的預估 那我們就不管高盛了 我們回到蘋果未來的前景 iPhone 12現在在賣 我們知道 但是股價反映的是未來 對 所以在今天開始傳出iPhone 13了 第二是郭明奇說 已經在測試什麼 就是新的熱刀版了 這是第一個訊息 第二個訊息是 竟然有人爆料說 蘋果今年就會推iPhone 13 而且這iPhone 13有新的變革 這個變革也陸陸續續傳出了 對 因為現在iPhone 12用的是S4 是5奈米的效能非常非常好 所以它跑速度很快 但它散熱是用散熱片 所以是當然有散熱片的禁忌一扁 但是你可以發現大家都說 iPhone 12是鐵板燒 玩一下子就很熱很熱很熱 鐵板燒 所以過去的話它大概都是用這個 偶爾的話熱導管也會加進來 但是它還是以這個石墨片的話 做一個散熱 但是你想想看 在導熱的部分的話 它是800到1200 但是你看 這個所謂的均熱板的部分的話 是3萬 兩個差距有多大 所以iPhone 13會用均熱板 所以這個均熱板它的導電的效率的話 非常高 會改善未來這個蘋果用5奈米 所造成的速度這麼快的話 它的一個所謂的熱能的話 比較能夠把它排除掉 就不會是鐵板燒 不能逐步包蛋了 對 所以這個均熱板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個未來的規劃 但重點它整個產值的話 在均熱片的部分的話 沿著上從24億美金到30億美金的話 大概今年的話成長27% 好 所以iPhone 13會改用均熱板 這是變革1 那變革2是什麼 變革2是這樣子說 因為我們現在疫情的關係都戴口罩 大家都用人臉辨識 有時候又戴帽子 又戴眼鏡 所以那個人臉辨識的話 就覺得非常不方便 所以現在的話 它要用的話是指紋辨識 屏下指紋辨識 因為它上次我們講的一個超波玻璃 所以有一個叫正達一直在漲就是這樣 因為未來iPhone 13可能用超波玻璃 那超波玻璃就是要指紋辨識 它的指紋辨識的話 原則上的話你會發現 它比這個資金貸的話 多了77%的視頻面積 而且效率多50% 所以原則上的話 可能會在下半年高通送給蘋果 下半年可能導入信到iPhone 所以原則上的話 受惠者的話 大概就像GS這一類型股票的話 可能受惠的程度會比較高一點 好 我們為什麼要來談 未來iPhone 13的變革 是因為在這個變革裡頭 會藏著投資密碼 對 所以iPhone 13 重點的話 是在擺在散熱 還有所謂的觸控面板 就是觸控面板這一群 那你可以發現均熱板的一個部分的話 像雷蛇 這個是在大陸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所謂的電競的一個手機 跟華碩的一個電競手機 兩個是並駕齊齊的 所以這個是散熱板 對 好大一片 對 均熱板 均熱板 對 這個的話 一般來講都是3塊錢美金 那一般1.5美金 那過去的話 晶熱片L型的話 大概只有0.3到0.6美元 所以原則上會比較貴 但它散熱效果的話 確實高出非常多 那另外的話 我們看最新的話 是小米11 小米11的話 現在出來的話也滿紅洞 雖然它S888效能不好 但是小米11的散熱效果 市場認定還不錯 它也是用所謂的散熱 均熱板的部分 所以整片的效果的話 比過去的熱導管 或者是散熱片的話 效果都好很多 好 所以蘋果 下一代蘋果 應該也會用均熱板 因為現在已經在測試了 這裡頭的投資 可以選的公司是 好的 我覺得均熱板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因為均熱板很多 包括像超重 雙紅 其實像3324的雙紅的部分 我們上次有講 股價都有拉伸上來 那雙紅的部分的話 我們三個禮拜一的話 有講 其實這個禮拜的話 都有做一個拉伸的動作 那我們再看一個叫例子 為什麼要講例子 就是說因為均熱板裡面 所有都用均熱板 它用了叫做所謂的 薄型的均熱板 因為它在裡面加了一個 叫做所謂的這個塑膠的部分 那個塑膠的部分 散熱效果非常好 跟其他比較的話 是有差別 所以原則上 它跟其他比較不一樣 是薄型的 金熱板的一個部分 那今年的過濾 預估的話 是年增長59% 所以原則上 這段時間股價表現也不錯 雖然最近在跌 但是它是在做一個高漲震盪 所以原則上 我們認為就是說 大概90塊的話 我們來設一個停歷 90塊是停歷 但是跌破去14塊的話 是停損 我們來看一下 3483立志的盤中走勢 這一檔個股 在今天也是吉拉尾盤 大漲2.31% 好 這是在散熱的旋骨方向 不過剛才文森有談到 第二個變革是屏下指紋 一定本來iPhone應該會用屏下指紋變速 因為人眼變速是戴口罩 戴眼鏡又戴帽子的話 真的很不方便 那GS的話 以前業績真的很差 但舌葉的營收 既然是兩年來的新高 月增35.6 年增53.3 那今年的過濾預估的話 原則上10.57 那雖然股價表現不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 因為一片10塊錢美金 那蘋果量非常大 因為它佔7成 所以原則上 我覺得說未來的空間 應該是滿有的 所以原則上 行李設在150 停損設在110 110 好 這是GISKY 好 最後當年來關心的是 川普的最後一集 我們知道川普即將要卸任了 川普的最後一集是什麼呢 又再打華為了 因為大家一定還記得 之前已經某部分放寬了一些供貨商 可以供貨給華為 也就是給了他們一些許可 但沒有想到現在反悔了 翻臉跟翻書一樣 所以過去外傳被許可的那些公司呢 現在說要撤銷他們的許可了 那本來給人家許可 現在又不給人家許可 那就利多變利空了 那華為怎麼辦呢 是不是有可能 這最後一集再倒打華為一把 所以很多人擔心 中國一直沒有辦法晶片自主 那麼就會讓美國一直卡脖子 但蔣尚義這是回歸中心之後 第一次公開露面 他說不要擔心 因為蔣尚義說 中國的半導體晶片呢 現在有了長足的進步 被美國一刺激之後 他說全球的半導體晶片 已經不再是寡占市場了 真的如此嗎 這是在說大話 還是他們確實已經點點吃三話公 川普不改惡人本色 臣上一個法會比較疲倦 我告訴你 你看五六支 來 包括美國的四支股票 來 我們來看 旁邊有高通 NVIDIA Intel NVIDIA 超微 那東芝呢 因為日本的一家叫凱霞 對不起 這四家是之前 已經給了他們許可的嗎 已經特許 他還要申請特許 那給了人家現在收回去了 所以Intel就跌了 高通也跌了 我們BD和AMD都跌了 對 那日本有一家半導體 叫凱霞 凱霞就是東芝旗下的分公司 他沒有掛牌 但是影響到他媽媽 所以東芝也跌了 當然也影響到聯發科 可是聯發科還沒有達到許可 他只是正在申請中 不用啦 正在申請中 可能也沒辦法 對啊 走到半路就回頭了 另外 要兩千八百億美金的 一些材料跟技術授權 整個都成為炮煙 所以說目前來講 對華為是最後最後的 雷神最後的一擊 但是華為他不會坐以待地 所以華為我們來看 華為他怎麼突圍 第一個 備料 就以前一直先備料 第二個 投資半導體 你知道最近又投資一個 零波的全新半導體 你知道這是今年第17家 第17家一天一年到出17間的半導體 以後都我的 你多少看你什麼人比較厲害 對不對 之後以外 投資半導體以外 他在上海又設了一個 他半導體廠 但這個半導體廠 完全沒有用到美國的技術 那目前來講是45微米 那希望明年 希望明年到28微米 那今年28微米 明年到20微米 所以他算是蠻厲害 不是不厲害 那你說今天也假 蔣巴出來講了 蔣巴應該是台灣半導體之父 他有這樣的一個地位 那我跟你講 半導體現在已經不是寡讚市場了 因為他講這句話 所以你就印證說 上海那個廠是沒有問題的 以後可以完全去美化 把美國的技術全部去美化 那怎麼說蔣巴是台灣的半導體之父 你說張忠謀才是 這不是張忠謀是 晶元代工之父 好不好 他沒有在做技術放 技術完全都講八 所以所有的台積電參與的技術 都是他 他當初台積電最大的研發團隊 就是他是頭頭 所以所有的都嘛 這是講八 那除了講八以外 今天參與研發CMOS 對 NMOS LED 電子數光刻 矽機太陽能電池 所以他在技術上 對台積電的貢獻很大 對 那除了講八以外 大陸還有五虎將 所以五虎將裡面 包括張魯京 他是中國半導體之父 2000年就去了 他創造的中心 另外亡寧國 你不要看 他是矽谷 美國矽谷的半導體的技術 名人堂裡面 他跟誰共同在裡面 跟英特爾兩個創辦人 一個是摩爾 定力的摩爾 一個是諾伊斯 諾伊斯就發明半導體的人 他們是同樣列明在裡面的 你就知道他的江湖地位有多高 五虎將 這些人大部分都來自於台積電 全部幾乎 除了張魯京 當時士大賣的台積電 他沒有留在台積電之外 其他都是來自於台積電 對 所以你看 所以台積電提供了 中國半導體最重要的人才的搖籃 對 台灣分連人材 對 中國用 但我們剛才你說 總回到蔣商一說 現在半導體不是寡讚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2010年 這個美國的一個伯克萊 他研究了一個指令級 這個指令級叫做Ryster White 那Ryster White怎麼樣 他是一個開放型的 以前是封閉型的 我們來看 那以前比如說電腦來講 那你一定要用什麼 一定要用英特爾的一個 X86的架構 那手機按摩 他直接授權給蘋果說 你可以修改 你可以修改代碼 所以蘋果就變成在手機裡面 他可以獨霸一方 但是現在我跟你講 Ryster White他說 要 我跟你講 任何人 你的設計 你的製造 你的銷售 通通可以 你要怎麼改就怎麼改 最後一點最重要 不用付專利會 那不就已經是針對這兩家了嗎 我就針對你們兩個 不用付專利會 所以對英特爾來講 為什麼他最近那麼急的原因就是 他的城堡 他的副城河 已經快要被人家攻陷了 那中國也可以用Risk 5 來對晶片 對 就是派的經理說 我跟你講 我們給中國一臂之力 他省了20年的時間 我們讓一夜之間 超過西方的技術 你聽起來很幸福 消息對不對 打通你的任督阿賣 然後把我一生的功力 就灌注給你那種感覺 所以說英特爾 他最近為什麼 騙人要緊張 最主要就是 這個指令集出來 他以前的封閉 沒有人要用 你用力的就要錢 要付錢 我們現在這個不用錢 你說這兩家 高通三星已經用了 已經開始在他的手機裡面 要應用了 所以中國如果用Risk 5 做架構 來自己做晶片 再加上台灣 貢獻的人才 其實中國晶片 自主不是完全不可能 對 他的十三五計畫裡面 他的半導體 投資了 我們上次不是講 好像台幣4.1兆 還是多少 這個投資下去的話 不得了 所以英特爾 可能放棄自治 全部委外 對 那如果他要委外的話 當然第一個首選 是我們台積電 當然是台積電 所以我們先來看台積電 那台積電 我們上個禮拜也不是說 那一對快要結婚的夫妻嗎 我說沒關係 你會短套 今天真的短套了 差不多一兩個小時 還是上來了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 所有的利多在這一次的 他的法授會 已經全部跟你講了 所以台積電 短期間 今年沒有太大想像空間了 但是長線三年五年 我跟你說 台積電七百八百九百 都有可能 可以慢慢來 但是現在 第一期間來說 我認為台積電慢慢來 你要定期定額 那聯電會不會比較有機會 因為英特爾的試單 據說聯電也會拿到來 有 你講到重點 八成長 對不對 聯電的八成長 現在還不換 所以聯電還有機會 還有成長的空間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覺得如果就短線來 可以用來講 說不定 你會有機會 不然 你會有機會 還有一分 你會有機會 可以嗎 我會有機會